有一好没两好 有快乐就有悲伤 尝过百味的日子 体验人生大小事 你现在收听的是 求知不得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球 欢迎大家收听疗愈系列 Unperfect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要介绍一下 2023的自然型慢火机 在台中展开啦 是台东不是台中 各位同学 透过结合台东独有的自然景致 和慢步调的特质呢 从音乐 艺术 自然 人文等 不同的面向 然后重合的疗愈活动 它会在8月26号到10月29号陆续 会有不同的活动跟工作坊 同时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会偷偷的去台东玩 所以如果大家去那边呢 可以抓到野生小球哦 有更多的详细的详情呢 欢迎大家可以上脸书 跟IG搜寻自然型慢火机 而台东的时候呢 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我会想到 只要我手足无措的时候 我就想要去台东晃晃 然后就想说去玩 有一次呢我记得 然后那时候棉花团刚猜团的时候吧 我心情超级差的 然后有那时候工作伙伴 叫阿丽 然后大家知道他是谁 好他就说 阿不然你来台东玩哦 你可以住我阿姨家 我说哦好啊 那时候呢刚好 阿莎与Erik 有没有觉得这声音听起来很奇怪呢 不是 是比较兴奋感 阿莎与Erik 那时候他们就说 阿不然就觉得我们去那个湖水湖跳水 我说蛤 这些人要去跳水 然后就开始跟阿丽讲说 蛤 要去吗 他说去啊 我是他们以前的经纪人耶 然后我们就去了 结果那时候呢 看到他们跳水 很活跃很青春的时候 我就想说 是我自己老了吗 但是呢 在火水湖那时候听着他们的歌 想象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没有任何的形式 跟自然共处的生活 这些东西 其实好像我在城市里面 要特别去寻找 可能某一间咖啡店 都不一定寻找得到 或者是某一个山区 也不一定寻找得到 今天呢 我要邀请的来宾呢 算是愚公愚私呢 就好险趁着这个活动的机会 然后把他邀到台北的录音室来 但你看他聊聊 台北跟台东这两地 当初是什么样子的原因 让他来台北读书 做音乐 学茶道 到处学贝果 而这所有的一切 又让他再次的回到家乡 回到台东 并开了一家店 同时 他要怎么样创造一个 属于消费者跟职人之间的平衡关系 让我欢迎刘阿珊 耶 大家好 我是阿珊 你是不是很常在上那个节目的时候 就想说哇听那个主持人在前面打赛的时候 觉得好无聊 不会啊 就放空的 哈哈哈哈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本身是读什么的啊 本身大学是读就体育系这样 那你后来怎么跟体育无关 就我那个年代体育系比较没有出入啊 你那个年代比我的年代还在晚耶 我们差不多吧 真的吗 对啊 可是那时候出来的人都可以当体育老师耶 我们的 我那时候没有修教程啦 教程的话才会 才会变体育老师 对对对 我不是读那种师范学院类型的那种体育系 那所以如果这样子 通常毕业出来的学生要做些什么事 像我们系上可能会做健身房的管理 嗯 或是健身教练也可以 嗯 对啊 或者是防护员啊 所以我想问游泳池的教练可以吗 还是游泳池的那个就是什么员 对对对对 也可以也可以 只要你有去考那个执照的话 因为现在是夏天 我们录音的时候也是夏天 我最近比较常跑那个游泳池 嗯 我朋友跟我讲说 游泳池的救生员比歌手好赚 没有啦 其实那个工作有点像是短期 因为它其实是时数 时薪蛮高的 哦 是喔 但是那个东西可能 这个职业没有办法做很长久 为什么 对因为它其实游泳池都有那个 限制时间喔 不是 蛤 水里面都会 因为消毒水 就是会有化学消毒水 对消毒水 对啊 其实你没有办法在那边待那么久 是会很不舒服吗 应该说会 会伤害人体啦 长久的话 这个我不知道 其实是这样子 天啊 长知识 好 我可以理解 那为什么那时候 不想要当音乐人 或者是变成 你知道那时候不是要当帅气男子团体 怎么就去学查到啊 一直都很想啊 但是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份正直的工作 来cover你 当偶像团体的 的一个经济 偶像不是本职吗 偶像本职 但偶像没有钱啊 本职就是帅 帅还需要有钱 我们可能没有帅到那样宝像 还是有一段距离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们被社会的现实击败 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要有一个正直 然后再去做音乐 然后想说这样子相辅相成 应该说当初的梦想就是可以 如果有招 就是可以用 把音乐当成自己的职业 对 但它当然有多棒 但是好像后来没有成功这样 那你后来是学查到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一直以来工作的 心路历程都很幽默 就是我的工作都是朋友介绍 蛤 真的假的 对我查到工作是那个 青丛的吉尼帮介绍的 我以为是你先进去 然后后来他还进去的 没有没有 他是我的前辈 所以他先进去工作了 没错他已经在那边 然后才跟我说 欸你要不要过了这样 那你就说好 嗯 好 所以那时候转换跑道的原因 这中间是从玩音乐 然后再转到查到 还是是这中间还有做过别的事 应该是我那时候退伍之后 我就我人就来台北 那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做黑猫 黑猫 黑猫做了半年快要累死了 哈哈哈哈 就是我那时候练团啊 跟Eric他们练团 就是晚上练然后我会打瞌睡 蛤 好累喔 因为真的太累了 早上八点开始上班 然后晚上可能六点多才回家 哇 那我缺工作的时候我不要去 不要 真的不要 太累了 太辛苦了 后来做了黑猫之后 就 就 一边练团一边打瞌睡之后 就觉得这个不行 我真的真的没办法这样下去 这样对团员也是不好意思 太常真的会恍神 或是怎么样 会出事 然后后来就因为刚好请你介绍 这个工作给我 我就过去了这样子 因为我本来就一直想说 因为你后来还接到了好丘嘛 然后去做学习做 bagel啊 做面包啊 我就一直在想说 喔 你之前去金盛玉 然后这么有质感的查到了工作 然后到好丘又是这么有质感的 bagel店 我想说你是不是刻意挑选 就都是朋友介绍吗 都是朋友介绍 都是刚刚好 就是可能这份工作要结束之前 刚好有朋友说 欸这边也有去 然后就刚好又运气很好 那你怎么对得起吉尼 他现在有很好的 很好的未来看起来 对 很棒 我们恭喜他 耶 不过你还是有持续在做音乐的创作啊 又不是才刚做了一张单曲没有多久 没有 我们 这个东西已经delay了 大概有两三年我们才做出来 你是有承诺的喔 也不是说承诺 就是可能以前的歌迷朋友啊 会一直问我们说 到底什么时候会出专举 什么时候会出单曲 什么样子 你看生那么久 几年了 你是信念你有怨对他们吗 也没有啦 真的吗 也没有 不敢不敢 怎么敢 对啊 所以从那个时候辗转的 然后开始学习的这些跟食欲 食物疗愈相关的东西 是你原本的想 喜欢的吗 应该说 我觉得喜不喜欢 那时候还谈不上 应该是说做了这份工作之后 然后你真心有投入 有认真在这个东西上面之后 你发现你会慢慢喜欢它 就算你喜欢这些事情好了 都没有其他人也继续来找你说 啊我这边缺工作 你要不要来做 或者是我觉得你更适合做什么 那你不要去做 没有这样子的岔路出现 没有欸 那时候没有 那你就好像继续这样下去 你也无所谓 也不会说我坐在那边挪面粉啊 弄弄弄弄的好腻喔 欸 其实不会 应该是用你在这份工作里面得到成就感 或者是你开始喜欢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就很很很顺遂的 所以你是很耐着住性质的 我以前不会 但是我觉得 呃 经过查到 嗯 这个工作有慢慢的磨出来 我觉得 嗯 哪个部分 是要等待那个泡茶的时间吗 对 因为其实泡茶它有很多的 美感 美美佼佼 加上它SOP 嗯 然后而且你每一泡茶都需要时间去等待 对 然后每一种茶种 它等待的时间又不一样 对 对啊 你在等待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耐住你的性质 嗯嗯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种磨练心理的那种 很棒的事情 懂 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访问之前 我有写一个访纲给阿珊 然后阿珊就说 阿妈 我再回一个访纲给你 我说不不不不不 我只是一个参考 我说那我们今天就轻松了 那我自己非常好奇就是 你刚刚有提到嘛 学习茶这件事情 它是需要时间酝酿的 然后再把它充开的 等待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有没有被客人讲说 快点要不要拖时间 呃 曾经还是会有过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冲泡的方式 跟传统的 不一样 泡茶不太一样 对 我们把它弄得比较有设计感 嗯 然后比较像一个 一个一个秀吗 嗯 比较像一个艺术啦 我觉得 对对对 就一串的SOP 让你会觉得说 哇 它竟然是用那种就是 科学的容器啊 然后来泡茶 来这样成装 那那个 整个过程 对 你会就觉得 好像蛮酷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吸引 就是一般不太喝茶的人的第一步骤这样子 懂 对 所以后来你有发现说 当你学会了等待 然后当你学会了所谓的发酵 然后再来冲泡 打开 然后到后来你开始学习 和面团啊 然后做杯糕啊 做面包 你会觉得这两件事情都有相向之处吗 我觉得有欸 这个东西就真的是 呃 我觉得不管十五也好啦 或者是 呃 创作歌曲也好 嗯 它其实都是有一个 酝酿期 嗯 没错 它 你需要 就像灵感嘛 对 你可以写歌灵感 不是 不是你想要就有 什么我以为你 随手信手连来 就可以十几首歌 二十几首这样子 你要写那种很芭樂的 我觉得做得到 但是那个 很厉害啊 那个价值 就没有那么好 我觉得 你希望经过沉淀之后 再写出一个很有味得到的作品 对对对 没错 对啊 因为我觉得好的东西 都是需要时间 这个是你以前就知道的吗 我觉得做了茶之后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那你真的很感谢吉尼欸 嗯 真的真的 天啊 好 如果真的有失业的时候 就我可以去练习一下 我觉得这个很棒啦 对啊 因为就是让子弹飞一下 那个概念 懂 懂 这件事情有改变了你后来 对自己的认识吗 应该是说 呃 当初从台东上来台北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台北 真的节奏很快 对 身为一个台东人 你会觉得 哇塞 诶 这边大家在捷运上面的那个走路出来的步调 你真的跟不上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诶 为什么大家要 要这么快 很不理解 对 然后你那时候就会希望 给自己一个期许 就你会希望说 你可以用台东的节奏 放在台北 哇 听起来很难欸 但还好啦 其实你实际去 操作 去用 去去试试看 其实是做得到的 怎么会做得到 你要做山区吗 举个例子啊就是 呃 我们在台北跟大家 可能跟朋友约吃饭啊 对 约什么局的话 大家都会迟到 呵呵 很严重吗 约12点 你可能12点半才到 哦 半小时还好吧 什么叫半小时还好 要生气了 半小时 真的吗 因为应该是 应该这样讲 就是 我今天如果想要 再慢一点的节奏 对 我不想要这么赶 对 我们今天约12点 那我可以11点就出发 我可以慢慢的 哦 把那时间拉长 对 没错 你节奏就会变慢 嗯 你后来觉得这件事情 有感染到你身边的朋友们吗 没有 所以只有你 我自己还是会 按照我自己的节奏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舒服 所以你就是 自己不会这么不舒服 你说的就是你刚刚的生活节奏 对对对 因为 因为我们在录音室呢 其实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也是台东人 那他的节奏是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他也是跟你一样 要把台东的节奏 带回台北生活 但是因为他都在台北生活 至少有十多年了 他就很少再回到台东 他现在的生活方式是 我就每天很lazy 然后比如说等下 两点要录音 他就这样拖拖拖拖拖拖拖 然后就慢慢来慢慢来 然后喝牛奶啊干嘛的 然后就这样拖到 大概快要一点半的时候 我就说 你真的只剩半个小时 你确定到录音室 是来得及的吗 他说来不及了赶快 然后就在飙车来 我说这个节奏 算是有一点过度了 你觉得这是有点极端的吗 这个我真的不行 我没有办法让自己进入那种 就是 很rush的 对 那个太累了 太辛苦了 可是你不觉得那样很刺激吗 诶 刺激的事情我们有别种方式来做的 譬如说我想听听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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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不是聊这个吗 跳活水壶算吗 诶 诶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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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活水壶很好玩 据说你很喜欢跳活水壶 每个夏天一定要跳 原因是 你有露骨 诶 也没有 那边就是招标都失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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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那么喜欢 我觉得跳进去那一瞬间会有一种就是 摆脱拘束的那种自由的感觉 不是啊 我不懂啊 台东也有海边啊 为什么不跳 突然在过去也是有海啊 你怎么不跳 应该说那个地方就是你五分钟可以抵达 哦 很近 很近 非常方便 然后它水质又干净又清澈这样子 是 对 所以你就觉得那边是很舒服的地方 对 很舒服很适合 夏天就是五分钟朋友一约 我们马上就可以到的地方这样子 当初为什么想要从台北 这样子你已经适应的生活 然后还要再回到台东啊 因为政府没有好打房 诶 再讲什么 没有啦 因为 那我应该要搬啊 没有 应该是说那时候就 在台北可能待了至少十几年 那你会觉得说好像在这边好像 一直都没有一个 所谓的社会价值的成就 然后你可能买不起房子 然后很多事情好像都憋手憋脚这样子 可是 就是 應該是說那幾年回家慢慢的 你也會覺得父母好像年紀越來越大 每次回去就覺得 頭髮越來越白這樣子 然後你也會想說 好我是不是開始回家 那我回家可以做什麼 然後那幾年就開始在計畫說 那我回去可以做什麼 也許開一家店好像有辦法 就是把我以前工作 所需的經歷啊 那些結合在一起 看能不能開一家店這樣子 那我很好奇 你跟你爸媽之間的關係是好的? 我覺得算還OK 因為我回去之前 我有先跟他們說我要幹什麼 就可能我要開個店 然後回去那幾年有 回去先教他們做一些基礎的麵包 等於是說我先先打好他們的 關係啊 麵包基礎 心裡面的心理的狀態 就讓他們知道 他們的退休金要被詐騙了這樣子 可是他們在中間的過程當中 會有跟你有不一樣的想法嗎 比如說你就繼續在台北啊 然後台北再試看看嘛 年紀還沒有到啊 或者是我們都在這邊等你啊 支持你 還是他們也是另外一種就是 你要趕快回來 什麼時候回來 他們就是那種阿里Q 趕快回來這種 但是是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所以是感情算是還蠻好的 對對對 感情還不錯這樣 他們那時候就知道 如果要學習做那種麵包啊 或做貝果這件事情 他們有拒絕 學習嗎? 沒有欸 因為他們本身在 像我爸很喜歡就是做饅頭 然後送給親朋好友 喔 他本身是就喜歡的 就做一些有的木這樣 也是食物欸 嗯 那你媽媽呢 媽媽也是就是配合他啊 這麼棒 對啊 反正他們先來也是沒事的啊 所以他們是本身就很有基礎的啊 也沒 也不算 因為饅頭是像是我外婆 教他們怎麼做 然後他們就是自己做出來有興趣 然後就送給親朋好友 分享 對對對 喔 喔 所以後來 等到他們開始要學習做麵包跟貝果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落差很大嗎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覺得不適應或不舒服的地方 喔 一開始一定會 因為就是 怎麼講 那個 呃 麵包類的烤箱的那個溫度會比較高 所以你會整 我們是在家裡 嗯 買一些小的烤箱 可能一次買四個小烤箱 一次烤 所以家裡真的很熱 喔 天啊 對 然後發酵 你又需要讓那個室溫維持在 一個高溫 一個溫度裡面 大概幾度啊 發酵大概27 28度 但是烤箱一開下去 真的就是可能快要40度以上這樣 在打開烤箱的時候 現場是可以開冷氣的嗎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就耗電啊 你也知道老人家比較節省一點 喔 節省 懂 所以他們在學習有說 喔 這樣子一直揉麵團好累喔 喔 一開始會 因為貝果的製作就比較 它操作的部分會比較吃力一點 懂 啊 我很好奇欸 就是 為什麼你喜歡貝果 因為好就是做貝果 然後當初也只會學會貝果而已 他們那邊比較要少其他的品項 你自己是喜歡吃貝果的 還是後來認識了貝果之後才開始學習 喔 原來這口感 這很有趣 就好像在去精神語學茶道之前 我也是不太喝茶的 蛤 真的假的 那你都喝什麼在台北 氣泡水 麥香紅茶 麥香紅茶最好喝欸 哇 拜託 那真的是 好像是年輕人的飲料 那後來才開始學習喝茶 對 等於是說你接觸了一個新的事物 然後你做了之後 然後你開始漸漸的慢慢的喜歡它 你才知道它的好在哪邊 對 所以貝果也是這樣的 貝果也是這樣子 一開始也從來沒吃過貝果啊 第一次吃靠怎麼那麼硬 好像石頭這樣 對啊 我覺得很硬欸 對啊 但它其實越嚼越香 可是如果我是一個牙齒不好的人怎麼辦 不要吃啊 哈哈 除此之外要怎麼樣進入到貝果的世界 應該是說現在貝果有很多種種類 它有像是好秋比較 比較有嚼勁的口感 它也有比較像麵包類的貝果 嗯 但是我們都統稱它們為貝果 所以它是改良的嗎 嗯 也可以改良啊 對啊 可以再改良變得軟一點 沒有問題 師傅都做得到的 我記得你之前有上節目有提到就是 貝果原本的食物是哪一個國家的 然後是拿來幹嘛的 是那個猶太人逃難的時候 它剛好中間一個洞嘛 所以它們可以串在那個馬的那個 江繩旁邊這樣子 帶著吃 沒錯 然後它們那個腳的原因是 讓它們就是比較有飽足感的感覺嗎 應該是說當初做出來的麵包 那個年代啦 可能都本來就比較偏硬 就比較歐包嘛 歐式麵包的外表就是這樣子 對 土司其實也是 土司是英國他們當初大航海時代 然後做出來 它們是方方針的一塊塊 然後堆在船上 然後它到時候 堆在船上 對 它們要吃的時候 把它剝開吃裡面的內餡這樣 它不會潮濕嗎 不會不會 它那時候就可能把它烤得很厚 這是真的可以做得到的 裡面不會發霉 應該 可能不會啦 以那時候的那個狀態來說 狀態來說 可能不會 天啊我沒有想過 可以這樣子放在外面 然後風吹日曬雨淋 然後打開裡面 還沒有發霉還能吃 或許它們有很好的包的那個 但是以前其實 但我覺得以前 其實它們就是覺得能吃 然後能進食 繼續打仗 對對對 不會像現在就是很精緻的 這樣的狀態 你在大學的時候 是很喜歡吃麵包嗎 我大學很喜歡吃吐司啦 因為那時候沒有錢嘛 就是會買一條吐司 一直吃它 然後放到放在那個 租屋處 然後你可能早餐吃兩片 中餐吃兩片 晚餐也可以吃兩片這樣 夾個蛋 自己煎荷包蛋這樣 那你為什麼沒有想過吃泡麵度日 泡麵太不健康了啦 吐司還好一點 所以你是一個很健康的人欸 我是吧 我應該是吧 是啊 我說你是啊 因為我就會覺得 喔 我沒有錢 我就吃泡麵 除了喝麥香蕉茶 比較不健康 其他都還蠻健康 好 在這學習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當初最激勵你的部分是什麼 最激勵我的部分嗎 我覺得應該還是覺得好玩吧 因為畢竟就是 你剛開始做一件 你不會做的事情 或是甚至完全陌生的事情 然後把它越做越好 你就會覺得很好玩 我覺得就像玩 玩音樂也好 玩團也是這樣子 對 就是你覺得這件事好玩 才有辦法繼續玩下去 嗯 可是我之前也有去看 阿山&Herik的表演 我覺得你們的表演很有感染力啊 然後這個東西 它會促使你想要繼續做下去嗎 比如說賺 譬如說現在你的 呃 貝果的事業做得很好了 然後你其實已經有兩家店了 在台東也在台北 那這個會讓你覺得說 嗯 我好像可以放手了 我可以去繼續做 其他我喜歡的事情 會有這樣的想法嗎 我覺得 目前還沒有欸 欸 為什麼 還不夠穩吧 我想 對啊 你是說等店在穩定之後 對 在穩定一點才可以自由的飛 你自己想像的什麼樣子的狀態 是你認為差不多可以放手的時候 是拓展一百間店嗎 可能是時間吧 哈哈哈 時間這樣子你就要變成管理職 你就會更累 不會啦 到時候是別人在管 怎麼會是我們這種 是喔 對啊 到時候一定會有你知道 我以為就是變成你要在那個監督者的身份 然後每次都要去通 比如說 喔 現在宜蘭店怎麼樣 然後現在竹北店怎麼樣 然後現在台南 現在都很方便 破機一按下去你就看得到他怎麼樣 不用再問了這樣 這麼方便 對啊 現在都連線你 按了那個數字就跑出來給你看 所以對你而言 就是如果只要擴展到時間店左右 你就可以放手了 也許不用那麼多啦 我覺得主要是我自己啦 我還是希望就是 不用太多間分店 但是我一直都很希望可以 找到我喜歡的人 我喜歡的同事跟我一起工作 對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很快樂的事情 對你而言啊 追尋自己想要前往的目標 這件事情比較簡單 還是找到 共同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來做 很像那個海賊王一樣 哪一個是比較簡單的 對你而言比較輕鬆 我覺得兩個都 蠻簡單的 可能我運氣很好 我運氣真的非常好 我都遇到我覺得很棒的同事 對 然後他們也都很挺我 就很互相幫忙這樣子 跟你的個性有關嗎 你認為 我覺得應該是 那你講到個性 你覺得你是屬於 比較大啦啦的 那無拘無碩的個性 還是其實那個都是給人家看的 你自己其實還是會有那種 完美主義跟解癖的那一塊 很有原則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原則的部分 可能會是比較 做事的方面吧 可能就會比較像 日本人的一個做事的精神 職人的精神 我覺得就是 SOP應該要怎麼樣 就應該要怎麼樣 喔真的假的喔 因為這個東西我覺得你確立下去之後 你才不會愧對你做出來食物的品質 那你當初要怎麼知道 這個Bagel的配方 因為你還是會經過調整嘛 這個Bagel的配方是我真的覺得 嗯 我很尬疑 就是一百分的 你要怎麼能確定 就先從好丘的配方偷出來這樣 哈哈 對啊 可是偷出來你會做改良啊 對啊 所以在那個調整的時候 一定會有做了很多種啊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肯定說 嗯 這麼多 沒有你做五種好了 這五種哪一個是你自己最愛 或者是你就算自己最愛第一種好了 可是你把它說我喜歡第二種 你朋友說我喜歡第三種 你要怎麼樣去做你的 所謂的原則 另立 OK 這個就好像 我覺得就跟做音樂 很像啦 就是你真的很喜歡這個的話 你就是堅持 你要這個東西 你自己喜歡的話你就堅持要這個東西 而且我覺得我自己創業開電以來 很多人 不管是親朋好友啦 或者是消費者啊 他們都很喜歡給你一些意見 對啊 不要理他們 怎麼會 不用理他們 你沒有走過這條路 有啊 就一直聽他們在講這些 你就會覺得 喔 也許 可以參考一下 但不用聽太深啊 不會被帶走 因為說實在 因為太多 你做一件事情 你永遠沒有辦法滿足所有的人 這我知道 對 所以你就是忠於你自己 讓你自己比較開心 你有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反而會是比較好的一件 好的方向 所以一直以來 你是不太懷疑自己的人嗎 我不太會 你是從讀書開始 對 我覺得 然後到去工作 然後去做所有的事情 包含創作 包含去 有沒有 改良配方 對啊 開店 找 找 夥伴 一意孤行牡羊座 好棒喔 好啊 那既然這樣子 就算一意孤行牡羊座 也一定會遇到 挫敗的事情 或是傷心難過的事情 在所有的經歷 你覺得走過來 就會讓你認為 比較像是挫敗感的 或者是沮喪感的 有點心情低落的時候 會是什麼時候 可能就是去年疫情吧 喔 哇 這個真的是 疫情的影響就真的比較可怕 這就是大環境 這真的沒辦法 擋都擋不住這樣 你後來是怎麼解決 度過那段疫情 也沒有解決 我覺得現在的狀況比較像就是 大家都說是後疫情時代 但你會覺得就是 其實它的那個發酵的時間 是慢慢慢慢的在持續的 但是 它還會在持續 應該是說大家消費習慣 在去年開始也會開始改變 是什麼 什麼樣的改變 不是就變得更愛買嗎 更愛出國去玩 或者去台東閒曠啊 悠閒生活啊 體驗人生啊 應該是說 從去年大家原本會出門 然後變成不出門 叫外送 消費習慣開始改變了 然後現在的人 更喜歡便利 方便的事情 嗯 對 可是這樣子 你不是還是可以變成做外送的 哦對啊 就是我自己 宅配還是什麼 宅配或自己外送這樣子 天啊 你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你所有做過的事 對啊 你有覺得 你的人生很神奇嗎 就是以前的辛苦 都變成現在的 養分 沒錯 現在賺錢的工具 對 賺錢的來源 是 除了這些所有的事情 你想做之外 其實這一路轉 因為你說 你是非常確立自己要幹嘛的 其實也很難 被別人左右跟撼動的嘛 嗯 那 我想要問的是 如果 還要換掉現在所有 你就是廖阿山這個身份 你還想要做什麼 你沒有做的 沒有嘗試的 或者是想完成的 好像真的沒有欸 不是這樣吧 因為你看我 你可以遠擊囉 我小時候 欸我真的覺得 我對現在的人生很滿意 真的假的 因為我可能在20多歲的時候 就是第一次出國之後 因為我很喜歡去日本 嗯 然後我就曾經 許下一個願望說 我希望可以一年出去 去日本三次 三次 像我今年就達成了這樣 三次是不是有點多 是有點過分啦 哈哈哈哈 那你到底喜歡日本什麼 文化啊 然後 因為我覺得我們從小到大看 不管是漫畫啦 或是你知道一些DVD 你知道嗎 對對對 然後 他的 景色 是 他的 他的歷史或幹嘛什麼 都會讓我覺得 很嚮往 對很嚮往 你會不會想要拓電去日本開 超想的啊 可是問題就是 他們明明要做 可能比我們好吃 我們怎麼辦這樣 喔真的嗎 你不是說就是只要有自己的獨特的風格 我們可能要去那邊就是弄一些比較中華料理口味的東西 這樣才有辦法 你又要開始學日文了吧 還是你日文其實很溜 呃 我只會講一些DVD裡面的對話 哈哈 抱歉抱歉 沒關係 還有很長的路可以學習 OKOK 所以 你說除了這些之外 你真的都沒有想要嘗試的 有些人比如說 在做 食物 然後做療癒 做得很好 突然間想要去學衝浪 變成一個衝浪高手 然後騎摩車騎一騎 就很想要開摩車的車點 我真的還好 我覺得我想做的事情我好像大概都做過 好像騎腳是環島我也做過了 結婚生小孩 喔真的不想欸 呃那還有什麼 對啊好像沒有什麼 太神奇了吧 好像都有做到了啊 開始學習如何政府標案 這個太複雜了 好像對我這種頭腦簡單的人有點困難 都沒有 好妙喔 沒有人會給你特別的期待或者是投射 然後就說你應該要 現在都已經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應該要去做什麼也沒有 可能會是 啊我很喜歡張正月 嗯 然後我可能就會 像他最近很常一個人去露營 是 或是一個人在外面 是 那種感覺我會蠻嚮往的 是 可能會可以有機會達成這個目標 會還蠻不錯的 這個感覺你馬上就可以達到啦 但我覺得我可以一個人出國玩 但我還沒有試過一個人去露營 蛤 這差異是 有點可怕一個人露營 一個人出國不可怕嗎 不可怕一個人出國不可怕 那為什麼露營很可怕 露營晚上你知道在山上有一種就是 喔他的是野營的還是 對他野營他是野營 喔 對我覺得他很勇敢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是因為需要獨處 你覺得這件事情很可怕嗎 喔獨處不可怕 重點是在荒山野嶺 然後這樣 你是台東出生的咧 欸 我今天是台北人 哈哈 好 所以看起來就是人生沒有當 沒有任何的遺憾 目前好像沒有欸 欸我真的很羨慕你欸 應該要請你傳授個幾招 就是如果對於我們這種很迷惘的 不知道自己人生要何去何從的人 給一些心得或想法 應該是說我可能很容易滿足吧 我想 你哪有 你每件事情都做到極端欸 我沒有極端還好啊 很極端啊 就是你剛剛說的就是 我很確立我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我就把它做完 我是很堅持我的原則跟精神 這就是很極端啊 因為你好要做到好啊 你不會做出不好的東西賣啊 不是嗎 我不敢講了 因為我可能我自己喜歡吃 我就覺得還不錯了啊 OK這樣 喔很有自信自己的東西 對啊 有的人會可能想要希望去出國比賽啊 拿個冠軍 那才是他的終點 喔 質質 對啊 這不是我的go 不是我 所以你的質質是什麼 我的質質就是可以活得自由自在 這是最重要的事 對我來說 你哪個時代沒做過 國中國小可能沒有 對 長大之後好像就比較 嗯 你從幾歲開始發現 就是你確立以後未來要做些什麼的路 可是我從來沒有 我小時候曾經啦 就是可能 真的很小 可能國小的時候 可能覺得說 25歲可以結婚 然後以後當老師 類似這樣的事情 嗯 但是長大之後發現 我根本不是 不想當老師 我也不是當老師的料 你發現的 嗯 就發現自己 我如果當老師這個 學生不得了啊 可能就都走偏了 會很棒啊 不會啊 確定 有很多的那個什麼 森林小學就感覺都是你這種老師 就是很放養 然後又可以教他們很多的知識 然後又可以讓他們知道如何去照顧自己 你怎麼對自己的想法這部分比較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在 應該是就是 所謂的正統的教育 有很多你這樣的老師 真的嗎 GTO是漫畫吧 嗯 那個部分是漫畫沒有錯 但是我相信就是 還是會有這樣的老師出現 或許你可以當第一個 但我知道你不想 因為你現在已經 所有事情都圓滿了 好了我很好奇 你當初怎麼取店名的啊 店名嗎 因為我的 我本名的最後一個字就是人 嗯嗯嗯 然後我一直在做餐飲業 對 然後我在餐飲業的過程 我常常會遇到 覺得就是消費者跟店家 或者是我們銷售員服務員 有一些比較不平衡的地方 欸 哪個部分 因為現在的消費者 我覺得有少部分啊 現在慢慢越來越好 就少部分會真的覺得 他只要花錢就是大爺 他們通常會做什麼事 讓你會覺得 喔你怎麼這樣 呃就是可能禮貌啊 他可能沒有禮貌 口氣也很差啊 或者是 嗯很多欸 這真的很多 嗯可是我以為 那就只是那個人的個性 本身對什麼都很差 呃我覺得不是欸 這個東西有點像是 呃今天來一個阿嬤 他如果 欸阿嬤怎麼 如果他的消費習慣 或者是消費的那個態度 已經不好 他如果帶著他孫女 他孫女就會耳濡目染 喔學到了 想法會變成這樣子 喔 你覺得你是有 想要教育這些部分嗎 我真的很想欸 我認真的想 你做了什麼事情 好像彷彿跟教育消費者有關 我通常在Google上面 就是跟客人對戰 那樣子 我知道 而且他的Google評論 通常都超猛的 我今天要來訪問阿嬤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朋友 他超級愛吃好秋的貝果 然後他也知道 你有開店也有去買過 那個 有去你的店消費 然後他就說 你要訪問阿嬤 可是阿嬤在Google評論很嗆欸 然後說 那不是很好玩嗎 他說 我很羨慕他 因為我是母羊座 哈哈哈哈哈哈 他這個現在就是要這樣子阿 因為我們以前在 在別的公司下面工作的時候 就是不能 不能做這些事情 不能回應是不是 對啊 因為那時候 比較常 常見的狀態都是 只要客人客訴 然後公司就會先安撫客人 而不是問員工說 欸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第一時間 其實就是跟客人道歉 以客為尊 但是其實以客為尊 這四個字是從日本來的 那日本的以客為尊的前提下是 消費者他也尊敬 你 我們職人 或者是店家這樣子 但是這東西是平衡的 而不像台灣就是 他用以客為尊 四個字來把你咬死 壓死 天啊 所以你現在就知道 在Google評論上 你要去看阿嬤如何去 維護 消費者跟 職人之間的平衡 如何用 他看起來不想當老師 但其實想教育消費者 就可以去看一下 但還好啦 我都已經有收斂 因為我們必須要 遊走在法律的邊緣 不能超過 對 蛤 也要保護一下自己 但是這本來就是 你說話的個性嗎 你覺得 還是你有特例 還調整的他 我只是一個比較北藍的人 但是我 不會跟朋友講這種 蛤 真的假的 我比較多講幹話啦 對啊 那個不算喔 那不算不算 那個是怎麼講 因為我一直覺得 因為我剛 應該說 剛開始客人 如果有留一些比較 讓你讓店家覺得就是 火大 火大或是問號的一些東西 你會很認真的去回覆他 但是你後來會發現 這是對牛彈琴 他根本不care這些東西 你怎麼知道他不care 因為他完全聽不懂 你在講什麼 還是他不會再回去看 他會 你回他 他一定會看 真的假的 有很多個客人在下面跟我 就是來來回回的 他們之前愛粉吧 跟 DM 對啊 就在等你啊 真的是有兵啊 現在的人 你們到現在人很多嗎 所以後來這些 就是去下面留言的 然後跟你在回覆 來往這些消費者 他們後來還有再回去嗎 你覺得 通常不會啦 而且這些人 我跟你說啦 還是你在台東 他們在台北 沒有沒有 通常這種狀況啊 就是他會在網路上跟你 哭來哭去的 他在現場都不敢吭一聲 你覺得比例很高喔 百分之百 絕對 這是我們在現場 一直來這幾年下來 發現的事情 天啊 那不是氣死 你說我還是他 就是 如果我是老闆 我會很生氣 就是你敢在網路上 一直吭聲 可是你都不來跟我正面對決 所以我們會在網路上回覆 讓他氣死 這才是我們 就是現在在 在做的事 努力的事情 你的目標 對 直至 對啊 我們就要達到一個平衡的 你不會讓我單方面生氣 我也讓你不爽這樣 那寫完你就算了嗎 寫完 還是你會放在心上有一點 我不會 一開始會啦 一開始會覺得說 他怎麼會這樣講 你用心做出來的東西 你會覺得 不對啊 我做的東西 或者是口感 根本不像你講的那樣 對 你感覺他是在 弄你 對 在弄我 或者是他根本 根本就吃不懂啊 你會覺得說 現在為什麼那麼多人 就自以為是 美食家或幹嘛 這其實是言論自由 我覺得OK 但是你要有一點 一點就是 專業的水準吧 你不是講那種就是 你在講什麼 我連做法都不是這樣做 他連做法都寫進去 都寫錯啊 對啊 他為什麼知道 做法是什麼 就是他們會以為 應該是說 他可能會想要讓自己的 文字看起來比較專業 但其實事實就不是這樣 懂 對 蛤 好可怕喔 就跟樂屏一樣 欸 但大家都是主觀的人 有些人真的就是 沒有實際操作 或者是他就會覺得 我用說的比較快 想像力也很豐富 對對對 但問題就是 我覺得當下有問題 你就當下反應嘛 也許我可以幫你調整 嗯嗯 或是幫你解惑 嗯 我覺得當下可以溝通 我覺得 都是好的 對 這這麼容易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為什麼不當下 找不到你可以找電源嗎 我一直都在啊 沒有啊 你會兩邊跑啊 他沒關係 可以email給我 我可以解釋 還要email給 還可以解釋這樣 哈哈 你覺得是什麼事情 然後什麼樣子的原因 讓你堅持到現在 因為電越來越好 呃 應該是說 也自己也沒有想到開電 會這樣子 這麼大的回想 算蠻順利的 很順利啊 我覺得算蠻順利 我覺得很順利 對很好玩啊 你根本沒有做過什麼事 你是不順利的吧 還是有啦 我覺得 遇到疫情 還是會覺得 啊靠 怎麼會這麼衰 不是只有你自己 是啦 但是就是你還是會覺得說 喔怎麼 來啊來啊這樣子 對 難得有一種就是 一個很大的punch過來 這樣子 對對不對 所以都是很順利的狀態 是什麼樣子讓你堅持 就因為這些順利嗎 呃 應該說 做得也蠻開心的吧 啊 好玩 開心 然後 又覺得可以滿足自己 想要做其他事 就像 可能去日本也好啊 或幹嘛 什麼樣子的事情 你覺得 如果說 食物我們通常都會稱療癒 那你覺得你的生活 是不是都跟療癒很關 很有關 療癒嗎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講什麼 愛自己啊 開始學習生活啊 因為比如說像 我自己是在台北生活的 然後步調都超級快 大家吃飯就狼吞虎咽 吃個早餐就 很難去吃到 讓自己覺得心裡面是很平和的狀態 然後就呼倫吞噪的 那我覺得是不是在台東的生活啊 或者是整個步調 讓你會覺得說 嗯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然後這一切都很了解 我覺得回台東會是一個很很很重大的原因 因為台東的生活步調 呃 應該說真的太舒服了 然後我自己也很喜歡 說實在 回來台北開店 我反而會有點都市不耐震 蛤 所以一開始會有點不習慣 就是誒這種好像不是我以前待的台北 或者是我真的太久沒有在這邊 生活 對 可是台東越來越多人去進駐投資 也會有很多外地的人去生活 你會覺得他們有一點 打亂的那邊的節奏嗎 就打亂房價而已啦 節奏還好 哈哈哈哈 哦 如果說今天有什麼樣子的 最後的心情或心得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話 你會想要對大家說什麼 如果他們是很茫然的 沒有找到自己的生活步調的 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好好照顧自己的話 我覺得 前提就是先把自己照顧好 你才有辦法 用那個力氣去找你想做的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照顧自己啊 因為沒有人跟你一樣 就是很Chill的 或者是 可以知道自己要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或者是可以遇到很棒的夥伴 阿不然先來台東住一陣子 你覺得要住多久可以找得到 應該的呀 三個月可以吧 因為其實說實在 我台東 我回去這幾年也有蠻多 就是外地來 然後來電影 然後認識的朋友 是 然後他們也是待一陣子之後 就回到自己的 充電喔 對啊對啊 我覺得這樣很棒 三個月 甚至可能一兩年都有 真的假 他們就是可能 就是工作就辭掉 然後就直接來 對啊 他在工作辭掉那一刻 沒有去擔心說 阿我接下來生活費怎麼辦 想必就是 來台東其實蠻多地方可以打工的啦 哈哈 而且他用打工時 時數也沒有那麼長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所以我覺得你的意思比較像是 就是有點斷掉了你原本的生活的習慣 重新去養成 一個新的生活的步調跟方式 對啊 因為我覺得有可能會 你身體或心理也許會生病 就是你的生活的步調或節奏 就可能有點 不平衡 出差錯了 對對對 所以你需要一個reset的 重新開始的感覺這樣子 懂 懂 如果可以再一次的話 你還會選擇開店嗎 會啊開店這麼好玩 那台北店呢 喔 可憐 我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當然好這樣 可是現在疫情已經後期 就是後疫情 對啊對啊 應該會越來越好啦 我們希望就是可以 越開越多這樣 你要不要再跟大家 你喜歡跟大家宣傳你的店嗎 可以啊可以啊 那你宣傳一下你的店 然後大家有空可以來吃早餐下午茶 也都可以 我們在大安區文昌街145號人人2.0 台東也要講啊 台東沒關係 台東聲音很穩定 當我回台東 都可以輕鬆一點沒關係 哈哈哈哈 好啦 這樣非常謝謝阿三可以來節目 跟大家聊聊關於哈伊路加 非常開心 很興奮欸 而且 其實一直從旁觀者的角度 去看你們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是很羨慕的 因為 大家都會說 喔 我要回家 喔什麼台東叫火車 訂火車很累很麻煩什麼的 可是想到你們是有家可以回的 我覺得跟我的 比如說你知道我回家 就坐捷運就回家了 那感覺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然後好像就算在台北 大家心裡面 如果說找不到自己的成就感 或什麼的 感覺好像回家 這整趟路程 不管你這是搭4個小時的火車或什麼的 你好像就會是知道說自己要回家充電了 可是你知道坐捷運就20分鐘回家沒有辦法充電 因為你還是要盡情另外一個 為什麼要台北沒有辦法好好的被 被肯定啊 為什麼你還在做音樂 可是做到現在這樣子的 起起伏伏 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 我就會很羨慕你們的 所謂的生活跟步調 因為它是有一個落差的 這可以去學習如何達到一個平衡的 可是我就覺得 哇好像是卡在一個地方的 那那時候就會很羨慕你們 比如說羨慕你啊 羨慕Eric啊 或是羨慕我的室友 可是現在又在用另外的身份看到你們 因為都是在網路上看到你們的成就 就會覺得好幸福 看到你們好像很明確的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或者是在從中的過程當中 就算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 很 嗯 很肯定自己現在錄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是不是就此可以遠跡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可是你們還是很滿足在當下 我在懷疑 那個是不是因為台東的土地滋養給你們的 擁有這樣子的能力跟技能的 嗯 應該說我們從小到大的生活環境 可能就造就了那種個性吧 比較樂觀的那個程度會比較高一點 嗯嗯嗯嗯 所以聽你這麼說 我也真的覺得台北人 其實悲觀的人很多 因為大家都在比較 然後大家都在想盡辦法獲得認同感跟價值感 然後又很難在這麼多的人口稠密的情況下 可以找到那樣子的機會 我覺得就出頭天好像就比較難 所以就還蠻喜歡也蠻羨慕 你們那樣的生活方式 而且其實從台東 然後來台北工作 再從台北又到台東 我覺得這整個過程 是很很玄的生命之旅啊 就對我來說 所以其實就很尊 什麼很羨慕 很respect那樣子的生活方式 然後就一度就看著你們從音樂啊 然後從你去金聖宇 然後到現在 嗯就開了一家店 然後回到了跟自己的家鄉 跟自己的家人相處 然後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覺得也是大家其實一直很親線的狀態 那重點來了 台東其實它就是非常的充滿大自然的 充滿舒服的地方 所以就像你說的 如果偶爾可以回去 斷掉你現在的所有的不愉快 然後重新的開創 跟開啟年造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或許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那非常的謝謝你今天來上節目 也非常的謝謝大家的收聽 所以如果喜歡聽阿珊唱歌的話 記得去點擊他的音樂 然後希望就是可以敲完 去他那邊說什麼時候來辦演唱會 然後再繼續唱歌給大家聽 然後同時呢 如果喜歡他做的貝果啊 喜歡聽他聊天啊 可以去看看他今天在台北的店 或者是在台東的店去賭他 好嗎 歡迎大家來台北店找我 但是台北店要預約喔 要跟他正面對決 有事就是 如果你想要跟他辯解的話 有事直接嗆嘛 來啦 來呀 好 如果喜歡這一集呢 希望大家可以上Podcast留言 加上五顆星星 然後給我們一些批評指教呢 我們都會聽 但是我希望可以學習阿珊 就是聽了就過了 什麼都不要怪了 但是還是你們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如果可以的話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訂閱 然後按讚 還有記得就是 歡迎大家贊助我們Podcast 期待求之不得 我們下次見 謝謝阿珊 謝謝大家 謝謝小球 掰掰 掰掰 有一個好沒兩好 有撈瓜也會撈暖 沒長過百味的日子 至少有體驗一些事 如果有什麼過不去的事 別太計較 求之不得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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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 我們下次見